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04女子 直播上频频推广艺术家张子晴的画作 但昔日合作伙伴如今彻底撕破脸 同样在直播上这回确实预告自家公司将推出的画作商品 但仔细比一比与艺术家张子晴的画作 颜色画风都相当类似 这也让张子晴切的提高侵害著作权 经常分享自己色彩缤纷的创作品 新锐艺术家张子晴出道近十年 知名度逐渐升温 但近期粉丝买到与他画作神似的艺术品 来源就绪高雄这家设计公司 而经过鉴定商品画作结论是构成实质相似 双方闹上法庭 被告的设计公司负责人否认抄袭 还曾在社群软体应用闭卡所名言 杰出的艺术家模仿 伟大的艺术家窃盗 让张子晴更活大 而整起案件台中递检署人在审理阶段 究竟有没有违法 恐怕还是得等司法定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